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黄教育老师 本讲次将为各位介绍云端试算表第二部分 同样的首先为大家介绍本课程的大纲 本课程大纲应许为大家介绍插入函式 插入图表以及插入图片 本课程的目标分别为大家介绍 如何在Google云端试算表中插入函式 并且说明图表类型与如何在Google云端试算表中插入图表 接着说明如何将试算表在试算表当中插入图片 首先为各位介绍如何插入函式 预在储存格执行数学运算 可使用基本的数学运算符号 常见的试算表运算符号如下表所示 例如加、减、乘、除、百分比以及乘目等等 与使用运算符号 首先需在储存格或者公式列输入等号 接着再输入运算式 例如等于括号A2加A3加A4括号除以3 代表求取储存格区间A2到A4的平均值 接着按Enter则完成运算 除了数学运算符号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函式 函式是试算表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能 为试算表类件的公式 可在储存格或者公式列中直接输入 而Google云端试算表类件的函式 包括了日期、date、工程、engineering 筛选器、filter、财务、financial Google、资讯、inform、逻辑、logical 查询、lookup、数学、mass、运算指、operator 统计、statistic、文字、test、资料库、database 剖析器、pulsor以及最后的阵列、array等等 预使用函式 首先同样的需在储存格以及公式列上输入等号 接着再输入函式的名称 当输入函式名称的部分内容的时候 Google云端试算表会自动根据所输入的函式关键字 提示相关的说明、所需的参数及使用方法等等 方便使用者更快速的输入如本图所示 例如我们输入等号SUM Google云端试算表则会根据目前所输入的函式关键字 提醒相关的使用说明、语法、使用说明等等 此外我们也可以点选插入函式选单 或者公居列的函式快速键选择函式 可选择函式包括了加总、平均值、个数、最大值以及最小值等等 而若需要其他的函式 我们可以点选更多函式 将开启Google试算表函式清单的网页 而在此我们可以查询所需函式的相关说明 参数使用以及他的相关使用方法 为大家介绍如何加总指定区间 以加总指定区间为例 首先需在储存格或者公式列输入等号 接着点选插入函式选单 或者在工具列的函式快速键上选择上函式 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函式 接着再以滑鼠选取加总的储存格区间 例如B2帽号B40 代表求取储存格区间B2到B40的总和 接着只要按Enter 则完成运算 而其他的函式使用方式使用方法类似 可将Sum改为Average,Count,Max以及Mini 以分别求取储存格区间的平均值、个数、最大值以及最小值等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插入函式 首先先进入Google云端硬碟 接着点选上礼拜的范例 云端试算表 例如我们要求取C这个值栏这个值栏的所有的加总 首先我们在C的最后一栏点选之后 我们可以点选首先在书列输入等号 接着点选插入 接着点选插入函式 我们可以选择Sum,Average,Count,Max,Minimum 或者更多 当点选更多之后 将显示示算表函式清单的网页 我们可以在这边搜寻相关的函式 回到刚才的画面 例如我们要求取这一整列的 这一整直栏的总和 我们可以在这个储存格上点选插入函式Sum 或者在工具列上点选函式快速键 同样的点选Sum 这时候它会要求你输入储存格区间 我们只要用滑鼠点选相关的区间 并且按Enter 则完成了相关的函式运算 例如本范例是加总 则完成加总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函式修改为 Average,Count,Max跟Minimum 求取相关的平均值 个数最大值以及最小值等等 接着为大家说明插入图表 图表是试算表相当重要的功能之一 透过图表的建立 让试算表以更简单 迷拉方式呈现资料 而Google云端试算表 内建图表包括了 折线图、长条图、圆形图、区域图、散步图、地图、趋势图、度量表、组织图、数状图等等 其设定方式都很类似 预建立图表可点选插入图表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类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系统将显示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如本图所示 在图表编辑器对话框当中分成两个部分 其左手边分别有开始、图表、制定三个页面 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 而在图表编辑器对话框的右手边则是预览画面 首先为大家介绍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图表编辑器对话框用以设定图表相关属性 依不同的属性分成开始、图表以及制定三个页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同图大家好 接着为大家介绍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图表编辑器对话框依不同属性 可以分成开始、图表、制定三个页面 首先介绍开始分页 开始分页用来设定资料范围 以及自动显示建议的图表类型 图表分页用来选择图表类型 制定分页则是设定图表的相关属性 例如图表标题、标题字形与大小 标题颜色、图例位置、图例字形与大小 图例颜色、轴线颜色、线条、粗细等属性 为了说明如何设定相关的图表 例如折线图、长条图、圆形图等 我们首先在工作表A1 储存格输入下表的相关资料 分别如下 首先为大家介绍折线图 折线图LightChart 用来显示一段时间内的连续资料 并根据一般的比例进行设定 因此适合显示相等间隔类的资料趋势 而在折线图当中 类别资料沿着水平轴均匀分散 所有资料沿着垂直轴均匀分散 预建立折线图 首先以滑鼠选取上述储存格区间的相关资料 例如A1到E5 接着点选插入图表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列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以显示图表编辑机对话框 若之前未选取区间或者需修改区间资料 我们可以点选开始分页中的资料范围栏位 则显示资料对话框 可以在此修改区间资料 接着在开始分页的左上方 会自动显示建议的图表类型 若没有适合的图表 我们可以点选更多图表 切换到图表分页 或者直接点选图表分页按钮 而在此选择更多的不同的折线图 对话框并将立即显示预览的结果 接着选择制定分页 分别设定图表标题 标题的字形与大小 标题的颜色 图例的位置 图例字形与大小 图例颜色 轴线颜色 线条粗细等属性 如本图所示 待一切设定完毕之后 点选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左下角的插入按钮 则完成折线图的建立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建立折线图 首先请在示范表 A1开始输入以下的资料 接着选择储存格区间 由A1选择到E5 接着点选插入图表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 工具列上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则会显示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图表编辑器分成三个不同页面 分别为开始图表制定等三个不同页面 在开始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所选取的范围显示在选取范围栏位当中 若我们需要修改 也仅需点选这个栏位 重新选取栏位则可按确定 而这时候我们可以点选 不同的建议图表类型 若没有适合的图表类型 我们可以点选更多图表 或者直接点选图表页面 进入图表分页 由于我们要建立的是折线图 所以请点选线 接着选取 折线图 第三步是制定分页 在制定分页当中 我们可以首先设定图表标题 例如我们可以设定成Sales 我们可以看到 在预览画面当中 标题的字 内容将立刻更改 同样的我们可以修改图例的位置 例如预设在右侧 我们可以点选在底端 在顶端 或者在右侧等等 我们也可以设定它的相关字形 例如出体 斜体 字形大小 颜色等等 此外我们也可以选择 字形 背景颜色 例如我们设定背景颜色 为浅蓝色 我们可以看到图表的背景颜色 已经作为修改 我们也可以设定回来 此外我们也可以设定 卷轴的相关属性 例如标题 线 以及相关的颜色点大小 当所有设定完毕之后 只要点选插入 则将此图片 图表插入到试算表当中 若是想要移动位置 我们也只要点选这个图表 然后移动到相关的位置 则可 以上就是折线图的示范 接着为大家介绍长条图 长条图 8圈 用于显示一段时间内 资料的变化 或比较不同项目间的差异 在长条图当中 通常沿着水平轴显示类别 垂直轴显示值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调 而长条图又可以分为群组长条图 百分比堆叠长条图 立体长条图 圆柱图 圆锥图 以及金字塔图等等 设定方式几乎以Light下一样 预建立长条图 首先以滑鼠选取上述储存格区间资料 例如A1到E5 接着点选插入图表选单 或者点选工具列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以显示图表编辑器对要框 接着在图表分页选择长条图 并在制定分页当中 依序设定相关的选项 例如图表、标题、标题字形与大小 标题颜色、图例位置、图例字形与大小 图例颜色、轴线颜色、线条、粗细等属性 最后点选图表编辑器对要框的插入按钮 则完成长条图的建立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建立长条图 首先在试算表当中 同样输入以下的资料 从A1这个栏位开始输入以下的资料 接着以滑鼠选取整个除冲格区间 由A1到E5 接着可以点选插入图片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页的插入图表 显示图表编辑器 你会发现在图表编辑器的右方将显示其预览画面 接着点选制定分页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制定分页上面设定图表标题 例如我们输入Sales 我们可以看到图表标题随之修改 同样的可以设定不同的选项 例如图例的位置设定在底端 当所有选项设定完毕之后 只要按插入 则将图表插入至四段表当中 同样的预移动图表的位置 我们只要点选图表 接着移动图表至相关的位置 则完成图表的位置设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接着为大家介绍圆形图 圆形图PiChart 又称为圆柄图 是将圆形的统计图表 划分成几个不同比例的散形区域 借以描述量、频率 或者百分比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圆形图当中 每一个散面的面积大小 代表所表示数量的比例 圆形图又可分为分列式圆形图 以及3D圆形图等等 预建立圆形图 首先以滑鼠选取上述儲存格的资料 这次我们选取的范围是A2到B5 接着点选插入图表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列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以显示图表编辑器对话框 接着在图表分页当中选择圆形图 并在制定分页当中 依序设定图表标题 选择图例为标签化 设定图例为百分比 设定功能为3D圆形图等属性 最后点选图表编辑器对话框的插入按钮 则完成圆形图的建立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建立圆形图 这次我们选择范围不太一样 我们选择范围是A2到B5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插入图表快速键 直接开启图表编辑器 我们可以看到选择范围为A2到B5 接着点选图表分页 在图表分页当中 我们选择圆形图 圆形图分为3种 分别为圆柄图 3D圆柄图 以及圆环图等等 我们选择第二种3D圆柄图 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将显示预览结果 接着点选制定分页 同样的我们可以设定图表的相关属性 例如我们设定标题为Cells 我们点选图例为底端 并且设定相关的属性 之后点选插入按钮 则可将此图表插入至四传表当中 而此图表为3D圆柄图 同样的欲移动这个图表 我们只要点选这个图表 接着拖一到相关的位置 则完成图表位置的设定 以上就是示范如何插入图表 分别为大家说明直线图 长条图以及圆柄图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插入图片 Google云端试转表 提供以下的方式插入图片 至试转表当中 分别为上传 所类上传是至本机词叠中 上载图片 并插入至试转表当中 第二种方式是拍摄快照 是使用Webcam网络摄影机拍摄之后 再将刹遍插入至试转表当中 第三种是使用网址上传 是至指定网址连结图片 第四种方式是你的相簿 是至Google Plus相簿当中 选择并插入相簿至试转表当中 最后一种方式是搜寻 是以Google Live与图库图片 搜寻网际网络上的图片 首先以上传为例 预插入图片至Google云端示表当中 可点选插入图片选单 系统将显示插入图片对话框 以上载图片为例 在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点选左侧的上传选项 接着点选对话框当中 选择要上传的图片按钮 以显示开启对话框 并选择预上载的图片 系统则会将选择的图片 上载并且插入至试转表当中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图表 用拖曳的方式 直接拖曳到插入图表对话框 的中间区域当中 同样可达到相同的图片效果 接着为大家介绍拍摄快照 以拍摄快照为例 电脑首先必须要具备 类件或者外挂的Webcam网络摄影机 接着在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点选左侧的拍摄快照选项 而第一次在Google云端 视频表当中使用Webcam网络摄影机 系统将显示Adobe Flash Player设定 询问是否允许Google云端 视频表存取网络摄影机 以及麦克风相关设定 接着点选允许并按关闭 则完成网络摄影机的设定 在设定网络摄影机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网络摄影机 并将目前的影像传回到 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接着移动镜头 并点选拍摄快照按钮 系统会将目前所拍摄的相片 暂存到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的右侧 而预设是三张图片 我们可以点选选取按钮 则可将所选择的拍摄快照 插入到视算表当中 第三种方式是使用网址上传 使用网址上传是指 自指定网址 连结图片自视算表当中 而云端视算表目前仅支援 非动态的GIF JPG以及PNG等 三种不同的答案类型格式 而图片的尺寸上限 为2000上述 大小上限为2MB 预使用网址连接图片 首先在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点选左侧的使用网址上传选项 接着输入图片网址 Google云端视算表 会将搜寻网址 并将该网址的图片 显示于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最后点选选取按钮 则会将所输入的网址插入 至视算表当中 接着是你的相簿 你的相簿是指 由Google Plus 相簿中选择 并插入相簿至视算表当中 因此在使用你的相簿选项之前 必须先使用Google Plus 并且已经在Google Plus 当中 建立相关的相簿 在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点选左侧的你的相簿选项 系统会显示Google Plus所有的相簿 接着只要点选相簿 并且选择相簿中的相片 点选选取按钮 则会至Google Plus 相簿当中 插入相片至视算表当中 接着为大家示范如何插入图片 首先回到刚才的视算表 在适当的位置点选插入图片选单 将会显示插入图片对话框 在选单的左侧依序为上传 拍摄快照 使用网址上传 你的相簿以及搜寻等等 以上传为例 首先点选选择要上传的图片按钮 将开启 开启就挡对话框 接着点选相关图片 按开启 系统则会将此图片上传 并显示于插入图片对话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系统就会将此图片 插入到视算表当中 以上就是介绍如何插入图片 至视算表当中 本讲次的重点分别为大家介绍 插入函式 插入图片 以及插入图表 谢谢各位同学收看 下次再见